因应科技时代的来临 为了让学生实际体验VR及AR这项技术 嘉义大学也特别带着教材 来到工协国校让学生实际操作及体验 希望让学生们能够对于VR及AR这项技术 有更深入的认识 那来到工协国小呢 一来呢是偏乡的学校 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到偏乡的很多学校 去让小朋友们来体验 我来制作的这个虚拟实际的教材 二来呢就是说 工协国小呢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 这个学生的一个规模 而且呢学生大部分都没有 尝试过这个虚拟实际 跟扩增实际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特别呢到工协国小 来带领学生来操作这样的一个教材 工协国小学生表示 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VR及AR 因此在这次操作及体验的课程当中 感到非常的有趣而且好玩 让我们有一种好像活在那个世界的感觉 非常的有趣希望下次还可以有这些活动可以参加 带那个口可以到那个比较难去到的地方 利用这个虚拟实际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工协国小校长陈建佑 闲员张婉池感谢嘉义大学的用心 将所研发出来的教材 带到工协国小 让学生实际体验 相信在这次的课程当中 学生能够所获满满 对于VR这项技术 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次很高兴嘉义大学的陈秋荣教授 能够将AR VR的体验跟虚拟实际的扩展 让孩子早一点接触到食物的体验 对孩子的学习跟视野有非常大的注意 现在科技的进步 那VR这项项目其实也推出了许久 来让学生体验VR这个技术 然后对于VR这个技术 有更深的一步了解 那婉池日后也会在教学这方面 也会再更进一步 然后来更努力来争取 而县议员张婉池也进一步指出 因应科技时代的来临 让学子提早接触并赶上科技的脚步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未来也会更加的努力 争取经费及教学的教材 造福学制 记者邱平俊 民间箱采访报道